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继续跟大家update下最近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消息 在这个疫情时间,国际上的资金的调配是继续进行的 会讲多一点台湾的情况 其实在亚洲地区来说,台湾和越南的钱都一直涌进去 其中一个想知道国资金流向,可以参考汇率的走势 如果我们看台币对港币、人民币和美金 都会见到这一年是有升幅的 譬如说台币对港币,降一年升了2.多% 台币对人民币升了7.多% 而台币对美金也升了3.多% 大家看看股市的走势 台股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插下来 其实现在是反弹到年初的位置 看看恒生指数 疫情一样插下来 就弹回上来 但是跟年初的水平差很远 大家可以简单明白到台湾的资金是不停有支持的 再来看一宗新闻 这宗我觉得绝对不是小新闻 就是苹果、Apple 会在台湾开一间新厂 会生产这个mini LED 即是那些逆征显示屏 大家会关心的就是 它在哪裏落脚呢? 它是选择了在台湾一个叫做龙潭的地方 我都帮大家Google了 其实龙潭这个地方就是在桃园那边 如果大家有听我以前的录音 我们都有讲过 究竟在台湾买房投资哪个地方是最好的呢? 都是有讲过桃园的 因为桃园的地点很好 而且它的产业链 特别是和科技相关 和晶片有关 这些产业链 其实都是会比较近桃园这边 而苹果投资桃园这边 就是一个很强的例子 全都强的了 全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 就是属于挪威的 挪威国家的主权基金 他们都是在台湾动作多多的 经常买台湾的股票 包括台积电 就是科技股 金融股都多 大家如果是喜欢投资的话 都不妨留意下台湾的股市表现 其实除了台湾的股票市场 是多了资金进去之外 如果不是说这个疫情影响 其实实体经济 都会有香港移民来支持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数字 去年来计算 全年有50亿港元 来台湾做投资移民 比2018年升了87% 接近九成 2018年有800多宗 到2019年超过1,500宗 即是说有1,500个家庭 或者是人 是来台湾的 透过这个投资移民方法 最多是从事些什么呢 就是零售批发为主 如果说居留的话 或者定居人数 是2019年有7,300多人 亦都因为 有一些人来台湾投资移民之后 是没有实质去营运生意 所以台湾的当局 亦都关注到这个情况 接下来就会修改到 变成你一定要在台湾当地 请起码两个员工才行 而这个生意 亦都要run三年 起码 如果是任何有兴趣的朋友 亦都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是有渠道 都可以帮到你的 其实整个流程 第一关可以说是最难的 就是要写个计划书给这个投审会 投审会认为你这个生意 是对台湾整体社会 都是有一个好处的话 其实它就会通过给你的 通过了之后 后续的事情 比较简单 注册一间公司 你那个资金要 回过来台湾 当然就是说 然后你回过来这600万台币 其实它没有说一定要花光 不一定要用光 亦都没有说是有一个财务要求的 没有说你一定要赚到多少钱 它才让你继续留在这里 那你在台湾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居留权 然后你在台湾住满一年 就可以申请 拿这个身份证 亦即是入籍 有台湾护照 当然如果你说一年之后 它给了个身份 但是你后面那两年 你没有去继续營运公司 或者是没有跟当初的计划去做 那它是 会考虑收回你这个身份 都未定 当然要视乎具体的情况 其实大家 代入去台湾当局的角色 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说是 纯粹来到台湾 但是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 那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人家也是会有保留 当然 最明显的贡献 当然是提供到就业职位 给台湾本地人 本身就没有捨死这个要求 但是 可能它发觉 有一些案例 都是 真的没有实际有营运 所以 它决定 未来会加这个条件 暂时都不是很苛刻 这个条件 都是请两个员工 既然拿得 600万台币来 请两个员工 绝对 今集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各位 好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